那個時候看到 跟大哥吸毒的新聞有很震驚嗎 當然 這第一個反應是 就是 居然哥真的壓力是不是 有我們不知道壓力很大的一部分 然後又不願意跟我們分享 所以他選了一個 雖然不對 但是他自己面對的方式 所以到時候非常震驚 因為完全跟我們看到的 將軍湾是不一樣的形象 因為將軍湾是一個很溫暖的人 暖男 非常非常 而且我覺得他很常鼓勵我 因為我是第一次拍八點檔 那剛好這一輩男主角光亮 所以很多時候居然哥在幫我很多忙 教我很多 然後反而是我很容易會台語 我很懊惱啦 比較負面都是他一直給我能量 所以我不覺得他有什麼很負面的感覺 完全不覺得 可是他說他是為了拍戲瘦身 所以才吸毒 對這個他講的是 對因為這部戲開始配花姐要求他至少要受到六公斤 而且開拍前才大概兩個月的時間 那雖然是不對的方式 但就覺得好像比較清楚 我覺得他不是為了說什麼 我是為了享樂 或是為了我要逃避什麼 我覺得說他還是一個為了他的工作 讓工作人家做到最好的理由 不鼓勵 但是後來知道我們也是覺得有點惋惜了 今天剛剛我來錄影的時候 俊哥有回應了一篇非常長的文章 那我覺得簡單就是說 他沒有要逃避任何責任 他也沒有尋求任何人要同情他 或是給他再機會喔 他覺得我就是做錯事 我就是要接受稱謀 那他只是覺得對我們這些工作的同儕很不好 那當然大家會認同說 真的是一個很盛行的 所以我們對他就是鼓勵他 但是連我們的老闆也都說 居然真的很勇敢 他沒有逃避 但是這一次你要記住 你真的說錯了 這樣讓我們也 讓我們做晚輩就是不慣地鼓勵他 支持他這樣子